韩服缤纷多变的样式,加上特殊的设计,让不少人对它情有独钟。 每次看韩国古装剧时,华丽的韩服更是剧民们关注的看点之一。 近日,韩媒进行一场古装比时装更美投票,快来看看有哪些女星入选吧。 说到韩国古装女星,韩志明绝对是榜上有名。 韩志明在李蒜中饰演的程松渊,是许多韩国人心中的古装女神之一。 而韩志明另一个经典韩服造型,就是在阁楼上的王子中饰演的嫖和。 精致的韩服,加上刺绣面纱,更添神秘感,同样也令人印象深刻。 韩国三金同星之一的金玉珍,可以说是古装剧常客。 无论是在拥抱太阳的月亮中的幼年许烟雨,还是云化的月光中的红乐温。 她的古装扮相一直都备受好评。 还有前段时间热播的红天机。 在剧中,金玉珍无论是画师扮相还是日常造型都十分俏皮可爱。 不少追剧的网友都一致表示,金玉珍真的好适合古装。 小精英李世荣在古装剧衣袖红香边的造型也让观众眼前一亮。 她和金玉珍一样是没有长歪,越来越美的童心代表。 在双面君王中,李世荣饰演的终殿娘娘就被观众大赞气质好, 称其古装扮相很适合王妃,大家闺秀这样的角色。 此次搭档2PM君浩,李世荣在演王的女人,温柔又坚强的个性, 让许多观众的印象相当深刻。 出道14年影视作品颇多的文采源,虽然仅有风之画师、公主的男人和基隆仙女传三部古装作品, 但她独特的气质与传统韩服非常相衬,比起现代装还更有迹一点。 在电影《名堂》中,更是被评为最适合穿韩服的演员。 明亮的大眼睛、高挺的鼻子,加上小巧玲珑的脸蛋, 让金锁炫给人一种非常端庄有气质的感觉。 从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中的皇后,到朝鲜浪漫喜剧绿豆传的寄生, 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从头到尾跟韩服非常相配的,还有国民初恋秀智。 在电影《绝代练歌》与电视剧《九家之书》中, 挑战韩服的秀制,完美消化冷艳与清秀两种造型的韩服, 让许多网友一见清新,也因此成为第一个穿韩服登上封面杂志的艺人。 歌手出身的艾佑不仅在歌谣界大放异彩, 这几年更凭借《我的大叔》德鲁娜酒店的热剧获得演技肯定, 成为是歌双七的全能艺人。 最适合穿韩服的女星,还有有人称票房毒药的《绅士景》。 《绅士景》出道以来资源不断, 先后跟刘亚人、崔盛贤、宋承宪、李忠硕等多名当红男星合作, 但就是红不起来,主要是演技问题。 观众们觉得他演什么类型的角色,表情都无差异, 不过虽然演技一直备受争议, 但《绅士景》的外貌和身材一直很能打, 天生的衣架子,各种造型都能hold得住。 加之,《绅士景》自带一种顾影自怜的清冷气质, 非常符合悲情,或孤高世家小姐等角色的特点, 因此网友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古典美。 抛开演技来说,《绅士景》确实非常适合古装扮相, 在《六龙飞天》、《树大根深》、 《新入史观》、《邱海玲》等剧中的造型都非常好看。 在《哲人王后》播出之前, 没人会想到《申会善》竟然如此适合古装。 2012年正式出道的《申会善》, 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,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时装。 《哲人王后》是他接拍的第一部古装剧。 剧中,《申会善》饰演女儿身男儿魂的朝鲜中殿, 位高权重的他每套衣服都很精致, 剧中穿上韩服的他散发着经典的古典魅力, 视觉完美,观众也表示有一种真实人物在线的错觉。 还有女神何志愿,从茶母到黄真衣到齐皇后, 不得不说他真的太适合古装造型了。 眉目清秀的他,还有一份很多女演员没有的英气, 所以大众们都希望他以后能够接拍一些古装电视剧, 继续延续古装美人的经验。 从《大长经》到《诗人堂光》的日记, 韩服就像是李英爱的代名词, 华丽的装饰,精致的造型, 完美体现了优雅的美丽姿态。 就连韩服设计师朴淑女也承认, 李英爱有着极强的韩服消化能力, 每年最适合穿韩服的演员评选中, 李英爱久居第一位。 身穿素色韩服的李英爱, 仿佛从画中走下来的美人, 有一种宁静淡雅的美, 让人目不转睛。 这么多古装女神, 你最喜欢哪一款呢?